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溝通 那我覺得人際關係在溝通這個角度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我現在工作的是講師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或許我可以從他現在目前 算是同業的身上也可以學習到一些技巧 為什麼要上這個課 這又不可以讓我立即達到我要的目標 或是可以立即的數字 立即的跡象出來讓我要上這個課的目的是什麼 我問我自己 其實我應該是我蠻要求自己的 我會想要說 我到這樣子了 我要怎麼再往上走 讓自己更進步 想變 但是要如何變 要改變 怎麼去做 那這很重要 而東銘老師就會透過演練 然後加上理論 感性與理性 兩者兼具 然後讓我們能夠理解說 可以怎麼去做 那我自己平常可以怎麼練習 會來上這一堂課是因為我現在的職業 需要跟越來越多人接觸 可是我發現自己對於人群 其實會有一個恐懼感 會不敢說話 所以我決定要讓自己有一所突破 所以過來上了這樣的課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其實我在店裡也有擔任 呃 員工訓練這樣的角色 那我很想知道我怎麼樣讓我的員工 因為是服務業 所以我想知道怎麼樣才能讓他們 可以很有影響力 他們講出來的話 他們的動作肢體語言是可以有渲染力的 其實我是一個 我學的東西很多 但是我不想要只是當我今天我出去的時候 是我的名牌是亮的 我除了名牌之外是亮的之外 我想要我有更多的東西 我可以跟別人分享 在我們知道就是有好人員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因為在職場這麼久了 做事是一件事 那會做人又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在之前呢 我們講過在跟有好人員之前 你應該要會學會說話 你就出來看一看 看大家 看認識很多不同樣的人 不同領目的人 看看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同一個產業裡面 我會有人告訴你的問題點在哪裡 除了我要一直在讓自己學習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 但是我覺得這個溝通的部分 不是只有在公主上 其實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跟家庭 跟客戶 其實都一直在不同的溝通 正好我們要上台 要講一下我們家上 之類的 當天我爸覺得我長期很好 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然後就慢慢砍下去閱讀到社書 第二天我就馬上報名 收穫最多 我覺得自己說話時的手勢太少 太僵硬 所以切西瓜理論對我來說很受用 各種的姿勢 其實會給人不一樣的感覺 黃清英點加微笑 因為我一直害怕 就是上台之後就是 眼神不知道該往哪邊放 然後只要看到 眼對眼的交流之後 我就會放詞 那正好老師就教這個方式 讓我 你想 我回 昨天晚上回家 就晚上去練習 反覆練習 然後從第一天超緊張的到 今天其實很平靜 是緊張還是會有 可是真的很想很想很想 而且知道在講什麼 那老師就有特別強調 強調一點 就是說 當人家說話的時候 你要先問 你要跟人家對談 要有交流 要先問 然後再聽 最後才是我們說 主導權是讓在對方身上 那以及透過黃清一點加微笑 我們要讓人家感覺到 我們是有在聽的 然後有在做互動的 因為這堂課 對我們帶團隊 或者是在舞台上 要加強我們的說話 藝術 跟技巧 可是在 像大學或是研究所 或者是專業的課程當中 還沒有像有這麼專門的一門課程 讓我學習 那東銘老師這兩天的課程 說表達出來的 讓我們學員學習太多了 希望我們有更多的夥伴 來學習這樣 緊緻理論 就是事實上 我不太會用 替代字去替代我想要講的東西 就像剛那時候分享在我 我是念空調的 可是我現在還是在 在想說怎麼樣可以去替代空調這兩個字 讓自己的價位提升 可是老師也有想說 就是你的價值提高你的價格 你知道你把你的價值拉高 你的價格就會更高 說講言這個部分 因為我比較理性 所以我在講話的時候 都是條列式的 雖然有的時候會帶一些案例 可是呢 在今天老師在做說明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 除了理性跟帶案例之外 你要加一點情感進去 會讓你整個的一個表達 會更加的分辨 就是幫你經歷一點 加上影響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面對面看的時候 看那個結果 我自己會不好 而且會害羞 但是怎麼利用這兩個方式 去控制我自己內心的價格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有效 好 好 好